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群人捐烈捐烈,在找什麼呢? 很小心 有龜嗎?Angelo 我看到幾隻在裡面,但我撈不到我的鞋子 應該差不多撿光了,待會很棒 為什麼他們在水池石辣找龜? 其實這幾個義工是來自棄龜關注組 這天公園洗池,職員撈起龜 就會叫他們來接收這些被遺棄的孤兒 今天我們是因為有水池的角度行動 所以我是特意請假的 我看看有沒有傷 看看底隔或面隔有沒有傷 我一看有沒有打 有打我就會撿走 這八歲屯門因為是傷,傷口黏了口 因為這些是很兇的 因為跟人打架又被人打 他的鞋子都傾形,正常可能是拱 他就套進去就贏得不太好 通常見到這些起龜的時候 如果見到他們有傷 或者可能一群在爭食的時候 會有些心痛的感覺 因為始終他們本身的池都沒有這些龜 全部都被人氣養 表面上氣養水池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但其實就不太好 因為這些龜不是長期都能位置 變相他們有時是沒有東西吃 就會吃一些樹葉或者一些屍體 這些龜他們會有一些地盤性 越多龜的時候 他們要霸的地盤力越多 就會出現一個打鬥 就會令到他們手、腳、傷 繼而可能會受感染而死亡 那些龜種他們本身對水池的要求比較敏感 而公園的水池的濾水系統 未必可以接入到他們的水療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現皮膚病 他們接收了龜就會逐隻檢查 然後就交給其他義工站養 同時都會放上網開放給其他人領養 只要我們都想補充回我們的龜 出給一些令人 那些令人是真心養的那隻龜 不會因為貪新鮮 或者是貪好奇 就領養回去 讓那隻龜再一次被棄養 在找到新鑽人之前 其實都是放在我們每一個義工的家裡 其實我自己都養了非常多隻龜 我自己都大概有五十多隻龜 大概幾年前 我就自己在網上就開始幫這些棄龜 之後開始有些同路人就說 你一個人做會不會做得很辛苦 不如我們幫你吧 其實我們關注組大概有五十多人 我們大部份的義工本身都有正職 這次第一次出來的 自己本身就有養的龜 肯定是 那看一下 隨時一會看看哪些適合的 就帶回去 情況最近來說是越來越嚴重 就想這一年來說 我們棄養的個案 是升了超過一倍以上 很多棄養的人都會說 因為我要移民 棄養任何寵物 不單止是龜 其實都應該要想清楚 自己是不是有什麼能力去養 如果家常想買一隻烏龜給小朋友養的時候 他不是一件抹具 教育小朋友 如果你養他 你應該照顧他一生一世 會覺得養一隻龜 你給了人 那隻龜也可以生存 沒問題 但在隻龜的眼中 你就是他的唯一